在坦布尔大陆中部 有一片被封铁草原所覆盖的广袤土地 那里居住着一只勇猛的半兽人部落 而在这个部落中 有一个名字响彻整个草原的英雄 Trunka 他的名字在古老的半兽人语中意味着战争之风 是在他以一只黑钥匙长毛穿透敌人防线后 由族中的长者们所赋予的 Trunka不仅肌肉如丸石般坚硬 至谋如星辰般深邃 更是在无数的战斗中 以勇猛的斗志和不屈的意志 赢得了族人们的敬仰与崇拜 最终他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丸石士族的领袖 但是半兽人的土地上并不总是平静无波 他们的领地与巨魔族的疆界交错 哥鲁达克 因为皮肤呈现出独特的蓝绿色泽 长崖如刀锋的巨魔族领袖 经常带领着他的族人与半兽人争夺领土与资源 巨魔身形虽然驼背但是高大 耳朵尖锐牙齿突出 是一群无比强悍的战士 他们的巫医操纵着令人费解的巫术 使得每一次与巨魔族的交锋都变得充满了未知和威胁 而 托隆卡是个不会请你放弃的领袖 数次领导着半兽人战士们抗击着巨魔们的进攻 自己更是凭借自己的胆识与力量 夺过了一次又一次的暗杀与背叛 终于有一天 这种平衡的战局迎来了转机 当他得知巨魔族内部因为战斗方式的分歧产生了裂痕时 他知道这是翻盘的机会 在一个暴雨倾盆的夜晚 托隆卡领着他的战士们悄然潜入 他们在狄阔森林中悄无声息的移动 萨马们的战歌在暴雨声中低声回响 掩盖着战士们的脚步声 而当托隆卡的咆哮声滑破了夜空时 伴受人勇士们如狂风暴雨般洗脚着巨魔的营地 在无情的夜色下 托隆卡和格鲁达克上演了一场惊天动地的较量 托隆卡闪电般的灵活和精湛的战斗技巧终是打败了格鲁达克 当黎明的地狱里光线照亮整个战场 在所有人的目光中 不可一失的格鲁达克低下了他高傲的头颅 宣誓将他们的忠诚献给了托隆卡和他的部落 从此巨魔族的力量成了伴兽人的盟友 他们的投掷技巧和巫术也为伴兽人所用 这场胜利不仅仅确立了托隆卡的族人之中的地位 他的事迹也将超越时空 被世代传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